他们现在买到198了 198 我订的时候是149 兄弟们 我爸要带我们来抖音团购了 我们去看一看这边的环节 炒榴莲 他家的榴莲用的是冻榴莲 而且当他快要下班的时候 他烤榴莲没有了 你还可以问他要冻榴莲来吃 这是他们家的隐藏菜单 但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 在我们的第二锅 15个甜虾 现在的时间是5点25 这边还没有做满 三文鱼这边是没有的 这边给到这种就是小盘装 来了 品质就见仁见智了 我们拿一小份吧 吃三文鱼的兄弟可能这边不太满意了 因为他这边的三文鱼老被拿完 刚才看到那个服务员阿姨给隔壁桌送了两块超级大的榴莲 待会问一问能不能给我们桌也送一块 你好服务员 我刚看到隔壁桌有那个冻的榴莲是可以要的什么 那个榴莲是门票是200多的 原来是要200多才能吃到这个榴莲 它是198 你的嘴巴上面有酱 哦 这叫沙茶酱 沙茶酱 灌盘很及时 爸爸还满不满意 满意 爸爸很满意 我们第一轮已经扫的差不多了 刚卡出来了 这个 哎 烫的 嗯 倒好了 这一定要烫的吧 这是什么 这个是鸭肠 这搞得跟要煮一个猪肝粥一样 煮在一起会不会不好吃啊 都会 这是猪肝 旁边还有个猪脑呢 对 还有个性脑 营养非常丰富了 火锅里面煮猪肝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爸爸的特殊料理 不知道黑不黑啊 让我来尝一尝 怎么样 还可以 这是老了一点点 现在是6.02 慢慢的人越来越多了 这么多螃蟹我们吃不吃得完 我妈妈有多表 这个是我们今天开的第一只螃蟹 哎 还挺好 胖胖的 我想挑这个 这个红一点 对比一下 这只 这只是我挑的 这只妈妈挑的 这是不好的 看妈妈的 老江湖挑的 差不多嘛 都没有上一轮的 30块钱 等一下看一下 虽然不胖 味道还是蛮 我妈特地帮我挑的一个生蚝 说这只特别好 噔噔噔噔噔 这么小 光盘行动啊 基本上已经全部吃完了 还剩一个橘子 两个生蚝 一个虾 生蚝和虾 我们吃好走了 现在是6点46分 都有排队了 这次爸爸吃得很满意啊 就是时间有点赶 两个小时稍微紧了一点 还可以 妈妈现在要去新疆旅游呢 回来家里中心 好吧 好好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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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